今天就和大家說說 Youtuber 究竟用iPhone好 只用Sony的ZV1好 大家好,我是Tiger 我已經從事短片製作20年了 現在拍攝的是Sony的ZV1 我已經不是第一批用了 我看了很多人用,很多人都有 但我也有個問號就是 好像拍攝出來的東西很一般 那究竟是機器的問題 還是人的問題呢? 你這樣說是因為你受過高等教育 出入又是常流社會 於是,今天我就拿了一部ZV1 加做一條影片 就是一個榴槤BB的開箱短片 首先多謝KK 原來我身邊很多KK 不是這個KK,是這個KK 我做榴槤的KK 然後路遠地送了一盒冰皮的貓山紅月餅 首先祝大家中秋快樂 現在用的就是Sony ZV1這一部相機 加上我們的燈光 再加上我們現在最新研發的 Asia Tiger 一開四的無線麥克風 研發當中 好想快點成功到 就可以讓大家去購買、預購等 說回Sony ZV1這一部相機 如果大家有的話 就記得Like和Share這部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因為這部相機被以為這個世界上 到現在為止 最適合Youtuber和Fogger 去使用的一部相機 其實它的樣子 就和Sony的RX系列 基本上一模一樣 小弟情客獨鐘 因為之前都幫Sony 周八豪做廣告 做過Sony RX系列 如果大家重溫 都可以在這裡重溫 那時候的賣點就是慢動作 這部機也有一個超慢動作 是有1000fps 就是做到一些很浪漫的東西 而這部機 為什麼是被以為最適合 世界上的Youtuber用呢 因為它的功能 就是有一個產品展示 即是說 現在是用Auto模式 對著我的樣子的時候 當我推前的時候 就會對著前面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還有有反螢幕的設計 反螢幕之前 我會看到有一盞燈在錄影 我就不怕 說完整堆東西 都不知道是否在錄影 很嚴重 其實我很少看螢幕的 因為我也是習慣 對著鏡頭和觀眾說的 我們先看看功能 現在是全自動模式 我都調整了這部機的模式 叫做模糊背景 模糊背景 現在在後面的影樓 其實這部機的模糊 跟iPhone的很大分別 iPhone是機械式的 硬張去做模糊 而這個就是透過光學原理 用光圈去做模糊 即是說 它會自動把光圈放到最大 令到背景模糊 可以調整清楚 這模式 令到後面的背景很清 亦都是調校光圈 我現在試一試 現在 把它變成清楚 你看到後面的背景 突然間是清楚了很多實在 有沒有清楚 應該有 為了電影感 所以現在應該是模糊的模式 人生都是模糊的 我們去到親愛KK的產品 就是一個榴槤的 首先這個包包 很吸引 你不會寫掉 這個保溫包包 已經是很漂亮 冰皮 接著 就來到這個盒 這個盒 也是超級漂亮 我可以怎樣形容 就是 這件事 好像你去迪士尼 完結後 買手信 那個糖的盒 你不是真的想吃迪士尼的糖 你是想 我猜是因為新機 剛剛落地 今天 兩個小時前買 沒有錶 又看錶 兩個小時前買的 就是 完全是 還沒設置的 現在正在用4K 沒有設置 只是停下來 一學眼淚 幸好還有這些檔案在裡面 這個細節 我都計算了 好了 Anyway 剛剛就說到 對 岩石前之解凍 令皮革軟 裡面更香滑 一吃難忘 為了要表達到一吃難忘 我就拿一個 然後把它解體 我自己覺得 ZV1的好處 就是很小 比iPhone來說 一定比iPhone大 哇 很厲害 一拆出來 超大股味 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 那些人 就麻煩你彈開 很厲害 說回來 iPhone的問題 對於我 我那部是512GB 其實都爆了 爆了 不要再傳相片給我 意思是什麼 很麻煩 抄出來 你說是否用雲端 其實有第二個麻煩 如果用ZV1 我這些東西拍攝錄卡 就爆了換卡 或者抄回電腦 其實都可以 所以有利有幣 你說 我平時教書也是 如果你在電話 就馬上可以寫出 如果你在相機 就要搬到電腦再寫出 所以是一個Pro 有Con 你自己想 究竟你適合哪個模式 那第二件事 就是 其實如果以室內來說 其實用iPhone 就算這麼貴的電話 它都會起鎖 而且會散 就算你在拍攝4K 也是 如果用Sony的ZV1 我們就看看 究竟現在室內 其實原理上 一定是很好的 還有它的對焦 所以 剛才你說的 我們的功能 例如 產品展示 現在正在拍攝我的 好 產品展示 看不見 看不見 根據教學 就要放在中間 多一點 對 它才知道 還有白色 都算快 拿開又見 我覺得 OK 又來了 好像玩它 產品展示 再拍攝自己 這個就是 白色是很難 有所說 對白色是超難 它都好像做得不錯 那你試一下 因為它外面的demo片 一定是做到最好 幫Sony買廣告 這次Sony沒有給我錢 我就真的試一下 這部機可以嗎 所以 所以記住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試過才買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如果YouTuber 經常有很多東西要開箱 推錢 都OK 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它這部機器有五千多元 行貨 我覺得 這個價位 做了一個拍攝的 它可以直接 切一個咪 可以進入 無線咪 當然用H1Tiger 無線咪 是最好的 第二個問題 它沒有 沒有聲音出來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你拍攝5M聲 就像你拍照 不看螢幕一樣 現在我這樣拍 其實很危險 我看到錶在跳 但我不知道 聲音有沒有拆 有沒有斷 如果Touchwood 真的有問題 我就糟糕了 因為要重新拍 或者補一些聲音 當然 我是一個不知名的Youtuber 或者是 我都不是什麼東西 沒有所謂 重新拍 如果我來訪問 一些重要人物 例如是 明星 歌手 這樣 你就不能再回頭 很嚴重的 要想一想 始終這部 不是專業機的定位 亦不能強求太多 慢動作 我們遲些再試 因為一切來 很厲害 切開了 貓手人的味道更加厲害 再看看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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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大家的心血 嘗 嘗 這個味道很厲害 我現在不是拍恐怖片 大哥 應該是味道 正確要解凍半小時 可以看到 裡面全部都是貓山王的果肉 弓出來是很香的 然後嘗嘗 嘗嘗 嘗嘗 嘗 其實 放涼 冷 不吃的話 像雪糕一樣 都不錯 大家看看 嘗 嘗 很多果肉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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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果肉 很多果肉 皮很薄 先吃一下 好像雪糕一樣 如果不吃 冰箱拿出來 非常好吃 很香的貓山王味 很香 很香 很好味啊 嘗 嘗 嘗 好了 如果你是女生 KOL 或者買了這部機 不太適用 就留言 看看我們否一起 組合一起 開個班 叫做 Sony ZV-1 終極 進階 研習班 今天分享時間 是這麼多 多謝KK你的超級好吃的貓山王 榴槤月餅 如果要知道 詳情就去 DurianBB.com 榴槤BB.com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 Like、Share 和Subscribe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Bye Bye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或者甚至是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Bye Bye